對話非常重要 民進黨跟中國是完全不對話 國民黨是跟中國跪話的非常曖昧 台灣民眾黨沒有台獨黨綱的包袱 也沒有九二共識的包袱 所以他可以真正做到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相信我們的努力不僅從台灣 甚至有一天我們也會改變中國大陸 我不相信中國大陸永遠不會有民主自由 對話非常重要 民進黨跟中國是完全不對話 國民黨是跟中國跪話的非常曖昧 台灣民眾黨沒有台獨黨綱的包袱 也沒有九二共識的包袱 所以他可以真正做到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什麼叫做台灣自主 我們必須保有現在民主自由的政治 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願意跟大陸交流 相信我們的努力不僅從台灣 甚至有一天我們也會改變中國大陸 我不相信中國大陸永遠不會有民主自由 所謂的新安全 大家非常清楚 未來的時間 全世界仍然是中美對抗的局勢 我希望台灣是中美溝通的橋樑 而不是中美對抗的旗幟 但是 面對中國 我們還是要被戰不畏戰 能戰不求戰 更重要的 我們要向全世界保證 在現階段 我們沒有要去統一 但是我們也沒有要去台獨 我們現階段 就是要保有目前台灣 我們擁有的民主自由制度 這才是我們中間路線 真正要去做的事情